其实我自己这一转业绩期里面 也有一些觉得是蛮不错的 当然一只就是日前出了业绩的《联想992》 当然我想大家过去 有些人听了为什么选择这一只 或者以往都觉得好像一般的 但是的确如果你从今次的业绩去看 其实它是做得蛮不错之余 有憧憬 因为我想以往大家经常对《联想》的看法 或者是有些戒心的主人都觉得 它好像只是卖个人的电脑 或者是卖个电话 就是比较硬件为主 虽然它电脑那边的市占是很大的 但是你说是否可以有很大的增长 或者股价是否可以好到很高 当时大家不断觉得是困难的 但是的确 如果以这个方向来计算 我也不会特别辟联想 但是选择它的主因 就是开始看到业务上有些转变 其实当然过去这份的业绩 我仍然看到它个人电脑那边买得很强 但其实它由去年开始 已经跟大家说 其实它接下来的戒业务的分布 会变成三大方向 其实有一两个方向 我觉得是会多一点的憧憬 特别今次看到新业务那边 即是新方案服务那边 其实这个就是类似一些解决性方案 或者比较偏向 可以说是软件类一些 互联网类一些的业务 你多了这些业务 其实只是说它的估值 都会比你摘卖的硬件后位置高 这是有一个向上推冲的吸引性 而来看今次新方案服务的表现来计 其实不是很差的 一来那个经营日历增长 已经去到五成一 其实收入亦有三成八的增速 甚至已经占了整体经营日历里面 是大概整两成的 在三大业务里面 亦予了这个占比会不断的提高 虽然如果能够做多一些 比较互联网类别多一些的业务 我觉得对估值是有帮助的 而且特别以为股价 在业绩之前 其实过去这几个月来说 都由高位下降了很多 其实估值相对都调了很多下来 所以你见到这几天反而这几天是比较强的 我想都是炒着一个业绩 能够向上调的一个因素 当然你说升了两天 昨天开始有些休息 我觉得有机会如果今天可能五十天线 都是再检验上去的 可能再试下低一点不出奇 但我相信七个半这些大位 其实是会有个比较强的支持的 虽然去到七个半这些位 其实我觉得可以慢慢做一些吸纳 博下下一次业绩 或者未来的股价 不断有一个上推的憧憬 其实试上中线 可能挨近九元边楼上 我觉得机会性是比较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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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